林青霞,秦翰,十八年苦恋,终归云淡风轻 琼瑶说过这样一句话:"如果你了解了林青霞的爱情,再看我的书便会觉得索然无味。 那些年,青霞将琼瑶小说里虐心的爱情故事演了个遍,演红了自己,殊不知他将戏里的爱情演进了现实。 林青霞主演琼瑶剧《剧照》。 17岁的林青霞面容清秀,被星探偶然发现。林青霞。 1972年的夏天,18岁的林青霞成功主演了人生中第一部电影《窗外》,也是在这部戏中与秦翰结缘。 秦翰,秦翰大他八岁,情斗初开的少女遇上如雅俊朗的大叔,青春里眼不腻的桥段,但秦翰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。 。 窗外剧照。 窗外剧照。 在琼瑶为青霞编织的那些爱情故事里,哪主角大多是秦翰,久而久之,人们都说,青霞系里系外都有情,而为了这份情,不惜当第三者的角色。 。 秦翰妻子对青霞十分提防,据说常常去剧场监工,但是似乎也无法阻挡秦翰对林青霞敞开心扉。 。 1976年,林青霞、秦翰、秦翰、秦翔林三人共同主演穷瑶小说改编的电影《我是一片云》,那一年林青霞和秦翰的绯闻被吵得沸沸扬扬。 。 该片主要描述一段三角恋情。 。 单纯美丽的碗露,林青霞饰演,和英俊潇洒的男孩孟乔,秦翔林饰演,相爱,但是因为孟母不满足女方家世而万般阻难,挣扎最后身心脆弱的碗露选择嫁给一直深爱自己的顾友兰,秦翰饰演。 。 婚后没过多久,孟乔又打住爱情的名义闯入碗露生活中,打破了原本的瓶颈,林青霞剧照。 。 姚说,我片是部关于三角恋的电影,当我选择他们三人主演这部片时,并不晓得会造成日后他们的三角关系。 秦汉和林青霞和秦祥林 秦汉虽然与林青霞相爱,但是迟迟没有离婚,而作为第三者的林青霞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林青霞剧照 1979年,第25届亚洲影展在新加坡举行,感情上不顺利的他在事业上也蒙上了阴影 自己拍的电影无意参展,而当年与自己并称二林的林凤娇,现成龙之妻,成功封后 一系列打击下大家都可以看出他心情抑郁 最左林青霞,中间林凤娇 林凤娇和林青霞 在影展期间林青霞服安眠要昏睡不省成了重大事件,当时秦汉抱起林青霞飞奔去医院抢救最终保全性命,媒体大肆宣扬,林青霞服要自杀精神错乱等传文不绝于耳 秦汉的作为,秦汉的作为让林青霞内心的感情进一步升温 但若吉弱里的秦汉始终没有明确的回应,那一年是林青霞生命中极其灰暗的一年 林青霞就照 那一年是林青霞放弃了多年打盼的事业去了美国 1980年,秦祥林为了林青霞与妻子肖芳芳离婚,后多次赴媒表明心计,于是后来便传出两人在美国订婚的消息 肖芳芳芳,最左,和秦祥林,最右 林青霞和秦祥林 秦祥林和林青霞 在林青霞的采访中,曾说订婚前夜他打电话给秦汉,问,我要不要嫁给他,秦汉却没有什么回应 1982年,秦汉与妻子邵乔因离婚,两年之后林青霞与秦祥林接出婚约 日后采访中秦祥林说,我觉得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受伤最多,但是好在曾经也和他,林青霞,在一起过,也就满足了 杰字大话西游,很多人不理解当时至尊宝为什么说自己叫秦祥林,其实是引用了林青霞这段经历 1985年,1985年,重新恢复单身的两人在琼瑶的牵线下终于走到了一起,荧幕情侣走入现实,人们纷纷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林青霞和秦汉 秦汉和林青霞 1990年,林青霞获得了金马奖,这也是他拿的唯一一次影后 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,林青霞荣光焕发,每一次采访都显得十分高调,仿佛在向世人宣布,这个男人是林青霞的男人,而不是任何人的丈夫 1994年,两人宣布正式分手,从林青霞的采访记录来看是因为自己在秦汉身边得不到安全感,秦汉迟迟不求婚,林青霞只有选择分手 1976年到1994年,18年的曲折爱情故事就此收尾 同年林青霞闪婚富豪行李员,一场豪华的婚礼之后退出娱乐圈,在家相夫教子 很久之前,看过林青霞的一本书《窗里窗外》,四百页的自传写了自己接近六十年的人生,没有华丽的辞早,每一个字透注被时光打磨过的温厚 对这段情史,他这样写道,在情路上我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苦,再往回看,爱恨情愁,都将变成过眼云烟 一般人看不出来,不信你试试 一天清晨,倩倩来到公园写生,可快到傍晚也没有回家 人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倩倩还没有画完的一幅画,上面有几朵盛开的牵牛花 根据这幅画,你知道倩倩是什么时候失踪的吗?